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EMPLUS的休仔工房 跟大家聊聊,因為開始了 很快開始,就是歐洲國家盃的U21賽事 今天賽事,你會看到最大的參賽球員 為什麼23歲呢? 因為計算2021年在外圍賽開始計算 所以簡單來說,2000年1月1號的球員就可以參加 所以這個賽事雖然是U21 但也看到球員是22歲、23歲都有 講開,這麼多隊的大軍名單當中 我都看過了 但是去到尾,真的要打個先知 特別是年輕球員的賽事 普遍認為哪隊能夠比較打法成熟 會流放得好一點 簡單來說,比賽節奏、快慢的那邊的調校得好一點 會表現成熟一點,就機會大一點 講開這方面 以及這個賽事 始終都很難離不開了 大家都會熟悉一點 以及比較會注視一點的球隊 就是英格蘭的U21 提到今屆的名單 我握一些名字 大家如果是球迷都會有很深的印象 都會認識的 例如說 盧克托馬士 維拉的積極藍絲等等 這些在過去球隊方面 有很出色的表現 也證明了 有些甚至是球隊的主力正選球員 所以有這班英超經驗豐富的年輕球員 對於他們今屆球隊的發揮 我估計會有很大的幫助 純粹賽前 開球前的個人估計 英格蘭也很順理成章 成為今次賽事的熱門球隊之一 今次英格蘭會是編入C組 同組有德國、以色列和捷克 英格蘭第一場球會對捷克 我個人認為英格蘭第一場能夠贏球 應該會很順利贏球 在C組英格蘭出線也問題不大 看看英格蘭在今屆 歐洲國家盃U21的賽事 踢落是不是對板 稍後開了球 再和大家慢慢談波 談今屆歐洲國家盃U21的賽事 優仔多謝大家支持 支持我們繼續安播體育傳媒 到很快再見 下次見